最近跟收入有关的话题是频繁上热搜 先是31个省份人均年收入公布 再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人均收入 有专家还说 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足 怎么说呢 统计局的数字只能说做个参考吧 因为它是人均 在我们现在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年代 中位数都明显是真了 人均更是不靠谱 只能算做个参考 至于说专家的话 那是纯属没事找骂型的 你就是说说天气预报也比这个强啊 网络上关于收入的评论要理性看待啊 网上发帖是为了什么呢 它就是为了让你看 那就怎么刺激怎么来呗 比如说网上有一幅图啊 上海的乡亲角有一位大爷说 我外甥年入三百多万 你一个月挣五千挣一万 讨饭的 你像这种说法就太刺激人了吧 月入五千 大多数人还达不到 月入一万 那是很多人的梦想好吧 在这位大爷的嘴里成了讨饭的了 年入三百万的有没有呢 当然有 凤毛麟角的那种啊 大爷拿着凤毛麟角来对比普罗大众 显然是不合适的 挨骂是轻的 没挨打就不错了 但是我们发现没有 这种说法很盛行啊 好像月入过万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有人说这是幸存者偏差 其实不对啊 这是我们的金钱观念 扼杀了大多数人的发言权 甚至有很多在网上说月入一万不够花的人 兜里连一千块钱都拿不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吧 如果说您在网上啊 发个帖 说我月入四千 我能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呢 您可以想象一下 回复都是一些什么内容 真正给您支招的恐怕不多 更多的是月入四千 你买什么车呀 你养得起吗 先提高收入吧 人家都月入过万了 你才四千 诸如此类吧 不光是在网络上 七大姑八大姨 关心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最少都是拿月入过万来对比你 好像月入过万很普遍似的 久而久之啊 你还敢发生吗 你不敢了 就这样啊 月入四五千 甚至更低收入的人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就造成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月入过万的假象 在网上发言的 有占据人口百分之二左右的高收入群体吧 那人家真是月入过万 还有百分之三左右的 收入三四千的冒充月入过万的 这加起来百分之五 就占据了网络上大部分的流量 这可不是幸存者偏差呀 这是我们现在的金钱观不允许剩下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发言 我们不贩卖焦虑啊 我们只反映现实 不能去对比啊 有些人一个月十万不够花 但是很多人月入五千 他还能攒下来两千块钱 每个月三四千的收入啊 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 每个月五千以上够得上交税的就很少了 占总人口连百分之十都不到 月入一万的那就更少了 两三个点的人口占比吧 而且基本上都是其中在一线城市和强省会城市啊 还是专家说啊 年轻人的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足 结果白骂了 要不说专家就是专家嘛 话不能这么说 你得接地气才行啊 你像我们这些草根说话 那就婉转多了 但是呢 我要说但是了啊 不能骂过之后就扔一边了 我们得想想 一想您就会发现 其实专家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我是做过统计的 我来举例子说啊 咱们就不说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了 就拿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来举例子 每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高达一千万以上 在这些毕业生里边 985院校和一些著名院校的硕士博士的毕业生有多少呢 大概只有三四十万吧 不到五十万 但就是这三四十万人占据了所有的高薪岗位 注意啊 我说的是所有的 我国每年能够提供高薪的岗位 满共也就几十万个 这些岗位无一例外啊 几乎全都被这三四十万人给占了 当然了 不可避免 还要再加上极少数的关系户啊 我这个统计呢 一点都不夸张 我专门研究过一些高薪岗位的招聘信息啊 这说明 专家说的还是靠谱的 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足 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致连招聘在去年的4月份吧 发布了一个调研的数据 截止到2022年的4月中旬 已经签约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啊 平均签约的月薪是6507元 我们知道像这一类的招聘网站啊 它的统计数据都是偏向于大城市 大城市里边6000左右的月薪 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落到三四线城市 你就算是个大学毕业生 能有个平均三四千的月薪呢 就已经不错了 这还是大学毕业生 还有一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这些学历的就业者呢 他们的月薪自然大概率就是 有数了吧 大城市4000到6000左右 小城市吧 两三千 我们列这些统计数据啊 是为了说明 收入是 它这个层级啊 是有群体之分的 而我们个人呢 每一个人生阶段 都对应着某一个群体 都是清华学计算机出来的 你的同学们 在国内的同学啊 基本上月薪都在八万以上 而你呢 大概率也不会差到哪去 你说我也是学计算机的 但是我是郑州工学院 学计算机的 那你要想跟清华出来的比 恐怕是不太现实啊 当然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 要大家认命的意思 人生的过程啊 就是从一个群体 跳入到另一个群体的过程 您在月入三千的时候啊 身边的朋友看吧 大多数也都是月入几千的 如果等您月入过万了 那您的朋友圈啊 至少得换三分之二 您原来几千的 如果说啊 您月入十万了 那么您原来的朋友圈啊 除了亲戚 不管您原来有多少人 能剩下五个就算我输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等您结交的 越入几万的朋友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您的收入一定是 从几千块钱 慢慢的往上涨的 但是啊 我又要说但是了 人从某个群体 往更高一个群体 越迁的时候啊 往往是要比鲤鱼月龙门 还要艰难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忍耐 要积累 少说话 多做事 暂时对自己收入不太满意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告诉我们啊 您可并不孤单 大多数人啊 跟您是一样的 不要被网上的宏大叙事啊 给搞得焦虑了 只要说您能够立足实际 立足当下 不急不躁 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 慢慢的往前走 那您就会发现啊 您会越来越孤单 朋友圈里面能敞开心扉的人 是越来越少 当您混成了孤家寡人 翻遍了朋友圈 交心的人都凑不齐一桌麻将 那么恭喜您 杜劫成功了 到了那个时候 您再回头再看 今天月入一万的节目 想想自己年轻时候的焦虑啊 您一定会感到 非常感慨和可笑的